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蜜蜂财富药文 今天是2022年的2月24日 我是主力分析师Ruby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头条药文 澳股收跌3% 科技板块重挫6.4% 避险情绪升温 根据ABC News最新消息 乌克兰总统正视俄罗斯导弹 袭击了技术设施和边境境危 由于投资者纷纷从风险资产 转向安全的政府债券和黄金 澳大利亚ASAX200指数 周四跌破7000点至6990点 下跌3% 成为今年全球表现最差的指数之一 澳大利亚蓝筹股的广泛抛售 覆盖了所有的11个股市板块 科技股领跌6.4% 材料股下跌4.3% 非必需消费品下跌3.7% 黄金矿商表现抢眼 表现最好的板块为必需消费品 下跌1.04% 下面我们看一下 在今日ASAX200的股票涨跌幅 涨幅榜前五名分别为CIM 是一家资本品公司 今日上涨了33.4% 涨幅榜二到五名全都为黄金矿商 第二名为PIO上涨了12.2% 第三名NST上涨了5.9% 第四名EVN上涨了4.7% 第五名IMS上涨了4.7% 跌幅榜前五名分别为360 是一家软件和服务公司 今日下跌了28.7% APEN同样也是一家软件和服务公司 今日下跌了28.7% CUX CUV是一家制药 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的公司 今日下跌了17.29% IMU 同样也是一家医药公司 今日下跌了15.3% PBH 博家公司 今日下跌了11.6% 布伦特原油突破100美元 黄金价格飙升至年薪高 俄罗斯乌克兰边境紧张局势的迅速升级 推动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 国际油价 今日升至每桶100.03美元 自2014年以来 首次超过了100美元的门槛 黄金价格上涨了1.1% 即 升至2021年1月来最高的水平 至每桶子1928.6美元 投资者纷纷推高这种贵金属和受欢迎的避险资产 反观全球股市则大幅报仇 各国政府债券同样出现反弹 资本品集团CIMIC 受到了Hotcliffe的收购邀约 领涨了33.4% 今日CIM已经任命了一个独立的董事会委员会 来考虑其大股东提出的68.5万 5万澳元的收购邀约 BC将由独立董事会Rachel Trump和Kage Strangle组成 并对每股22澳元的收购报价进行评估以及回应 今日CIM股价收涨33.4% 领涨INSEX200 科技公司LIFE360亏损翻倍 领跌28.4% LIFE360的股价在开凡几分钟内就下跌了四分之一 该公司年报显示收入为1.126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40% 法定EBITA亏损为3,140万美元 而上一年为1,600万美元 今日CIM股价收跌28.7% 领跌INSEX200 咱们看一下几个公司快讯 数据公司APEN仍计划维持股息 尽管利润下降 尽管2021年全年利润下降了五分之一 但APEN仍保持了最终股息 该公司收入增长8%至4.473亿美元 但收入下降了20%至2850万美元 今日APENSEX收入于6.11澳元 暴跌了28.7% 旅游公司Fly Center收入翻倍 但仍出现亏损 今年上半年 Fly Center的收入几乎翻了一倍 但这并不足以推动该公司实现盈利 该旅行社再次出现亏损 今日Fly Center的股价下跌了10.13% 收入于18.09澳元 Quantas报告上半年亏损好于预期 澳航公布了2022财年上半年亏损好于预期 受疫情影响 该公司今年上半年的资产负债状况表现不佳 今日Quantas收入于5.08澳元 收跌5.05% Ramsey健康公司的净利润下降了五分之一 Ramsey HealthCare周四表示 该公司在2022年上半年税后净利润下滑21.4% 至2.088亿澳元 今日RHC股价上涨0.15% 收入于64.66澳元 珠宝零售商罗伊萨收入增加48%为2.178亿澳元 今日股价收于18.5澳元 收涨11.78% 贷款机构PaperMoney总业月收入增长18% 达到3.758亿澳元 股价收于1.18澳元 收涨4.62% Nine Entertainment公司录得收入为13亿澳元 股价今日收于2.74澳元 收涨1.11% BigaChase录得收入为15.07亿澳元 同比增长113% 今日股价收于4.9澳元 收跌7.37% 制药公司Telix交售额上涨了46% 达到了759.6万澳元 今日股价收于4.84澳元 收跌了4.54% 以下是今日新闻的信息来源 密封财富 智慧理财 全球精选 私人定制 家业长青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